手工大神来了 牛人精工打造电动涡轮喷气发动机 如此令人振奋的机械到底有着怎样的神奇原理 那么它与涡轮喷气发动机又有何不同呢 摆好姿势 带你一口气领略这场极致丝滑的打造盛演 第一步上材料 来车消除发动机的主体结构 温馨提示 以下为专业技能操作 非专业人士请勿轻易模仿 接着掏空出内壁的结构 并测试好压气涡轮的安装位置 这里要做好压气涡轮与内部的精确配合 并将内壁打磨出丝斑顺滑 这就是整个发动机大体的结构框架了 接着来打造另一端的结构 主要来配合安装无刷电机 注意看大神接下来的操作 顶部开出均匀排列的进气槽 来为整个发动机提供气流的导入 这是电机和压气涡轮的基本安装位置 下一步就是镜子导流液轮的打造 准备好材料 接下来开始欣赏丝滑的车销过程 车销出基本的结构 先来测试与压气涡轮和主体的连接配合 接着就是导流槽的车销制作 这里需要加工出呈现一定角度的均匀排列的结构 其主要作用是来控制和改变气流的方向 这工件打造的是不是相当完美 压气涡轮与镜子液轮之间的配合间隙 要做到精准的配合 接着安装上中心轴杆 来测试各工件之间的连接配合 看似复杂的操作实则一点都不简单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制作得出来 做好基本的连接 下面将电机通电进行简单运转小测试 听着声音气流也是相当的猛 接下来利用倒膜制作的方法来打造出尾喷口的结构 利用玻璃纤维结合还氧树枝胶 来制作出耐高温硬度高的玻璃缸结构 基本结构就是这样了 将其与主体结构进行衔接安装 来测试下推力如何 推力也是相当的猛 如何实现更大的推力 接下来还需要打造出燃烧式的结构 确定好燃烧式的结构图 接着利用不锈钢来打造出可体结构 将不锈钢滚压出平面结构 将涂纸粘合到上面 来打出均匀排列的燃烧孔位 注意看大神的操作 密密麻麻的孔位 则是为了使燃料更加充分的燃烧 打好所有的孔位 接着利用滚压机滚压出圆筒造型 其主要结构就是由两个尺寸不同的圆环组成 接着进行封口焊接 做好基本的造型切割 还需要焊接上内部的蒸发管 最后的基本结构就是这样的 将中心孔位进行焊接包裹 或使气流从边缘喷出 你知道这是什么原理吗 整个燃烧室的最终效果就是这样了 最后再来制作出与主体结构相连接的包裹外壳 同样采用不锈钢进行折弯打造 测试好整体结构的组装测试 接下来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配件 那就是配油燃烧管 这是利用铜管焊接制作出的配油管 将其与燃烧室进行衔接固定 连接好输油管和电源 这就是电动窝盆的最终效果了 接下来开始测试 整个启动需要进行测试 通过调整电机的速度或进油量的配合 来调整出最完美的火焰喷射效果 看着是不是相当的完美 整个制作极具科技含量 相对于常规的窝盆喷气发动机 其结构更加的简单 优点就在于启动更加的方便 推力没有涡轮喷气发动机强劲 那么问题来了 你知道飞机上的涡轮喷气发动机是如何启动的吗 快来评论区交流探讨一番吧